小朋友坐上游乐设施 旋转起飞 露出天真无邪的笑颜 台北儿童娱乐中心里 孩子们的欢笑声 此起彼落 这座位在原山的儿童娱乐中心 走过80年游游历史 陪伴大家度过童年回忆 一元前的最后开放日 即便天气冷漏漏 也吸引大朋友小朋友前来 把握最后一次的体验机会 就是周一天 再生一天 对对对 小时候我就来玩过了 所以也是因为最后天 所以我就带两个小朋友过来玩 除了爸妈带孩子之外 三代同堂一起来玩的家庭 也不少 特地来这里告别的 很多回忆对 我包括我爸爸我妈妈 我的兄弟姐妹 还有我儿子我女儿 那我孙子是第一次来 儿童娱乐中心最后一天 无论摩天轮碰碰车 还是辐射飞翼 每样设施都排满 长长人龙 就连盖纪念章也得排队 如今儿童娱乐中心将工程升退 未来保留两到三样游乐设施 改建成博物馆开放民众参观 延续了台北人在这片乐园的欢乐回忆 中央社记者张志愿 现在510 黑别报道 他出的吧